我今年26岁,是一家大型国企的普通职员,接触赌球差不多有七年了。 最早接触赌球要从大三说起,那个时候失念大三的时候,那时候不知道赌球是什么,而且从来不看欧洲俱乐部比赛,只看国家队比赛。 有一次在寝室上网的时候,隔壁寝室的同班同学跑到我们寝室来,说,今天晚上黄马打巴萨的对阵比赛,我买了黄马鹰,我一听就不在意地问了一句,你买了多少? 他说,我买了五块。我一听就感到特别无语,那个想出风头的虚荣心就起来了。 淘宝上直接有个足球裁判功能,我进入这个模块,那个时候正好是支付宝兴起的时候,我支付宝正好还有二十块钱,我就想。 热闹一下也行,正好只剩二十了,我说,我全押二十块,你看看我今天晚上怎么赢的。 因为自身也是踢过足球的人,所以对足球有一定的基本理解。 我花了半个小时,仔细研究了一下黄马和巴萨的阵容和对阵情况,然后下了中。 等到晚上比赛结果,我果然预测正确。 那天晚上直接中了五十元,并且在我那个同学面前嘚瑟了一整天,心里还特别鄙视他, 认为他投的少又没胆子,我也第一次感受到,赌球带来的巨大成就感和满足感,于是一发不可收拾。 连续七天,我每场比赛都买二串一家让球,而且只买最近进球多,把握大的黄马,巴萨,尤文图斯等强队, 居然短短七天从二十块赚到了八百块,最夸张的一天晚上,我一个晚上就赚了二百块钱。 对于一个学生来讲,一晚上赚二百块钱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 我当天一晚上都没睡好,我幻想着,如果自己能够掌握赌球的规律,以后还需要努力干什么? 短短几天就能赚个成千上万了。 于是我开始飘飘然,下注的数额越来越大,而且欧洲五大联赛的进程的一周一赛, 有时候等了一周也没等到那种强弱分明的比赛,就开始下一些不太熟悉的队伍。 于是开始亏钱,又是连续七天,最后算下来,反而倒亏五百元。 自此,我开始感到害怕和悔恨,大学期间再没碰过赌球。 但这就是赌球的第一次,也为以后的命运做下了铺垫。 大学毕业,我进了一家大型的国企,收入大概五千左右, 福利奖金每年差不多可以拿到十万左右,在我们当地的那个三线城市,已经是非常丰厚的收入。 而且第一年,第二年,基本上工作强度非常小,也不用加班。 自此,我开始了大手大脚的花钱,也步入了赌球的深渊。 以前读书经常说,黄赌督不能碰。 我那时候还暗暗好笑,谁会没事碰黄赌督呢? 没想到,刚毕业后,因为手里有几个闲钱,又没谈女朋友, 所以开始萌生一些不好的想法,想去体验那种老板的生活。 于是当地的按摩店,休闲会所我都去了个遍, 基本上每个会所都有自己的会员卡。 最夸张一次,是一次充了五千元,但没过一个月就花完了。 反复的大手大脚,终于让我支撑不住。 每个月杯水车薪的工资,让我有些不堪重负。 我开始想办法赚钱,这事我不知道怎么了, 又鬼使神差想起来了赌球。 我想,我现在赌球一定比以前更冷静,更成熟, 说不定是生才知道。 然而,我却不知道,我这人生中的第二场赌球, 却使自己滑入了痛苦的深渊。 刚开始,我下载了一个手机软件, 这次,我开始认真研究,并且下了几个单, 花了好几百元请人推荐和教学。 刚开始赢了几场比赛,后面又输了几场, 因为资金也不敢投太多,最多几百。 所以玩了几场,我就自己开始一边研究一边玩了。 然而,研究一段时间发现, 这个赢球赢奖的概率太低了, 投出去好几百亿分不胜都全亏光了。 我开始在问原来那个推荐比赛的专家, 我说,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赌球来钱快一点。 他说,我推荐你一个网站, 你买里面的滚球盘,保证你钱一下子就来了。 那个网站的名字我至今都忘记不了, 是一个外国网站。 我进去以后,先注册一个账号, 要填写我的身份证号,银行卡号, 地址等许多个人信息,然后进行绑定。 我开始还有点质疑, 后来想想让他也不能怎么样。 于是注册之后, 这个网站首先送我三百元人民币, 我感到非常惊讶。 然后,我开始查资料, 玩这个足球滚球的环节, 经过一段时间,我终于明白了, 这个滚球,简单地说, 就是比赛开始以后, 随着比赛的走势, 你可以买两个球队的比分, 胜负,进球数, 甚至脚球数, 红黄牌数, 以及谁进球。 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, 都可以赌。 我一下子感到非常震惊, 于是, 我随便投了一场正在进行的足球比赛。 幸运的是, 第一场就中了, 我短短十分钟就赚了一百, 接着, 我开始迷上了这个模式, 直到一次投了一千元, 五分钟之后, 贩费成了两千元以后, 我彻底疯狂了。 这种赚钱模式, 如果能持续下去, 我还上什么办? 还需要努力什么?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, 把我的五千基续存了进去。 整整两个星期, 我每分每秒, 连上班的时候都在盯着手机, 也不知道是因为开始比较理性, 还是心态保持得很稳健, 我基本上一直都在赢球。 两个星期, 就从五千一度赢到了近八千元。 我当时每天的生活就是在赌球中度过, 甚至不喝水不吃饭, 整个人的精神高度集中在赌球上, 赢了一百狂喜, 输了一百失落, 然后再下二百。 直到有一次, 我把八千元全部投进去, 我还记得是一场中甲比赛, 最后九十三分钟的时候, 居然两分钟比分又发生了改变, 从二比一变成了三比一, 一秒钟,整整八千元荡然无存, 我体验了从天堂到地狱的绝望。 于是, 那个晚上我开始透支信用卡, 又刷了五千元, 八千元, 一万元, 疯狂地投入到了后面的几场比赛中, 结果是越着急越乱。 一个晚上, 所有的钱又是荡然无存。 我一下子感到无比的绝望, 一个晚上, 我亏了四万元人民币。 那段时间, 我不敢跟家人说, 也不敢跟任何人说, 每天工作和吃饭的时候, 时常游走在崩溃的边缘, 甚至想过要自杀, 因为这笔钱,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清, 我之前就是一个大手大脚花钱的人, 为了还信用卡的钱, 我又借了网贷, 一层一层的还款, 还到了两年以后, 我感到莫名的绝望。 最后, 我开始看借赌吧, 发现, 因为赌球家破人亡, 上吊自杀的不在少数。 明白了, 赌球开盘, 不过是庄家通吃的工具, 利用大多数人的贪婪和人性, 一步步收走你口袋里的所有的钱。 试想, 假如你辛苦工作五年存了十万, 你拿去赌, 一个小时变成二十万, 这时, 你是什么心态? 你过去辛苦五年赚到的钱, 现在一小时, 就赚到了, 再惊喜之余, 你会变得不平衡, 因为赢钱否定了你过去的努力, 让你对自己的心情坚持, 产生了怀疑, 找不到努力的意义。 你会对你过去坚信的一切都变得不再坚信, 紧接着开始患得患失, 这样能赚钱, 工作就没必要了。 所以你还想赌, 但是你潜意识里仅存的那点理智, 却不断地告诉你,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, 赌下去, 未必还会赢。 于是, 欲望与理智产生了强烈的冲突, 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空虚, 极度的空虚。 你只能放任自留麻痹自己, 你开始享受, 不再想一切。 然后, 你的欲望最终战胜了你的理智, 你喜欢上了不劳而获, 而且刺激的感觉, 而只有赢钱, 才能让你继续这种生活。 于是, 你又赌上了, 然后开始输了。 输了一点, 你还能保持平静, 超过四分之一。 你有点慌了, 超过三分之一。 你开始冲动了, 终于, 一半了, 剩下一半了, 你把赢的都输回去了。 这时, 你收手也没什么, 但是这看似没什么, 但是, 你过去的思想, 生活方式, 你的所有一切, 已经被这些输输盈盈, 彻底地改变了。 最后的最后, 你还是压了最后一把, 这一把, 承载了你过去的五年。 它沉重了, 沉重地让你喘不过气, 然后, 就没有然后了。 你输了过去的五年, 不只是存款, 还有你人生的底线, 生活的态度, 等等的一切。 你终于回到现实了, 你终于知道错了, 可是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, 你只能不顾一切地去翻本, 谁又能接受过去的五年辛苦, 以这样的方式失去呢? 但是, 就算你能翻本, 你能保证翻本后不再赌吗? 也许开始的时候, 你这样想过, 但是你想用你有十万时的理智, 来压制你, 赢到二十万时的欲望吗? 别扯淡了, 你只是在尝试用你有限的金钱, 来满足你无限的欲望。 知足常乐吧, 玩下去只能是轮回。 赢钱只会颠覆你的价值观, 输钱让你失去理智无法自拔, 你会使人群中的另类, 只会患得患失, 极度的空虚。 你永远不会幸福, 赌徒总在走昨天的老路, 期待明天的幸福, 却从未想过珍惜今天。 你永远在追求别人所挥霍的, 你永远在挥霍别人所奢求的, 幸福从来就在你的一念之间。 所以, 以我的经历为教训, 还在赌球的回头吧, 朋友, 输赢早已注定, 赌只能越来越死。 时刻提醒自己三句话, 九赌神仙输, 不赌便是赢, 千日砍柴一日烧, 赢钱只是过程, 输完才是结果。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, 有得到一点启发或帮助, 请帮我个忙, 订阅频道, 给这部影片点赞, 希望你可以分享出去,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,